新國會旗炮 立委拼外交 台灣與法國及台灣與波蘭國會友好協會率先成立 由民進黨立委林楚英擔任主席 法國國會空前挺臺 參議院新成立的友台小組成員達57位 成為亞洲第二大友台小組 近期中共片面改變M503路徑 法國外長也發聲表達反對 法國波蘭不只與台灣理念相近 也是重要的經貿夥伴 這三個國家 台國化又都是理念相近的民主夥伴 在我們的民主夥伴的價格之下就反映出來的 就是加強和台灣與國交友的一義共識 上屆立法院共成立73個國會聯誼會 這屆從頭開始 立委們展現積極態度 要在中共頻頻打壓台灣下 用更彈性的方式增加國際曝光度 鞏固盟邦情誼 台北有贏 新唐人亞太電視 曾一豪 專用如 台灣 台北報導 自發展現積極態度